看着眼前这种老鼠成群结队穿梭的场景 如果告诉你这是成都某大学附属医院的中药房 你会相信吗 据爆料市民反映 由于药房24小时亮着灯 隔着药房透明玻璃 大家很容易就能看到药房里的老鼠乱窜的情景 整个中药房大约长有40米左右 其内被中药柜分割成了大约10个隔间 都没有密封 老鼠就在这些中药制品上爬来爬去 有些还咬破了中药的外包装 正在啃食里面的中药 而在记者观察的答 这十多天时间里 该医院并没有针对药房的数换采取有效措施 按照清洁工的说法 在药柜里面被老鼠啃食过的药材 全部都会被处理掉 但记者观察了几位药剂师 发现他们指向药柜里补药 而那些被老鼠啃食过的药材 他们并没有清理 记者采访了十名 长期在该医院拿药的老病患 其中有三人表示 他们拿到过被老鼠啃破包装的药材